大红帽跟小野狼 克紫尖克节衣买天群买天怀 从前从前有一只小野狼 他很乖有一天妈妈说 外婆生病了应该多吃点肉 你去找肉给他吃 好啊 这里有肉 这是妈妈的肉 外婆不可以吃 因为很辣不好吃啊 他去森林里到处走 可是没找到肉 我找不到肉 肉在哪里 突然他看到大红帽问他 你又没有肉 小娃给谁吃啊 给我的外婆吃啊 他生病了 你的猫很漂亮 你可以给我一下肉吗 可以啊 大红帽就给小野狼一下肉 大红帽抽抽的跟在小野狼的后面 大外婆家小野狼高兴的家外婆 外婆外婆你看我有很多肉 快来吃 这是你找到的肉吗 你很棒 我的乖孙子 这么多肉 我们一起吃吧 他们不知道肉与毒 我的肚子很重 我的肚子很重 老师常卖他们的皮毛 狼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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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的狼皮毛 狼皮毛 狼妈妈看到了 又伤心又生气 你这个可恶的大红帽 我要吃你 不要吃我 不要吃我 太晚了 狼皮毛 太晚了 媽妈马上把大红帽抽掉 从此 狼皮毛 天天抱着小野狼和外婆的皮毛裤 小朋友不要跟陌生人说话